当13人感染新冠病毒 有10宗属于本地感染 其中4宗源头不明 初步确诊少于10宗 有确诊主妇发病后 曾去过酒楼用线 一个曾与患者交谈的街坊初步确诊 当局相信属于人传人 酒楼未有出现爆发 4宗源头不明个案 包括南田平田村平人楼 一个62岁的家庭主妇 她上星期二不舒服 第二天曾经跟丈夫和孙 去到啟田商场 潮福龙坑专门店吃晚饭 曾经跟餐厅的员工街坊聊天 一个街坊和患者一个子女 也初步确诊 相信他们的接触 有机会是没有戴口罩 不过就算有戴口罩的话 有时你比较近 都有机会是有传播的 找到那个个案 跟他真的一起接触过 不是说一些不懂的人 在不同的桌子那种 所以暂时就未说 就看到有个爆发的情况 源头不明还包括一个23岁男人 他在沙田新城市中央广场 第二座12楼工作 上个月初因为家人确诊 曾经入住检疫中心 多次检测都呈阴性 当局正是了解患者 是不是近期感染 但说一般患者 甚少相隔一个几月才发病 6宗有关联个案 其中3宗属于西营盘 健身中心群组 累计138人确诊 确诊数字上星期 因为那个群组急升 去到这个星期一逐渐回落 是否意味着疫情开始受控呢 初步确诊少过10宗 包括一个在汇丰银行总行装修的木工 他上星期四 去到今个星期一 在大厦8楼和11楼装修 另外据了解 一个在本港摩根大通任职高层的男人 一前确诊之后 太太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但当局星期四联络他的时候 拒绝隔离至今失联 卫生防护中心说 暂时未收到相关的通报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部到